罕见,云南银江拍摄到15只犀鸟成群觅食 云南网讯近日,云南德宏歹族井坡族自治州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在银江县的中国犀鸟骨 拍摄到了成群花冠皱盔犀鸟集中觅食画面 在我国境内实属罕见,画面中,多只花冠皱盔犀在一棵果树上集中觅食 时而觅食,时而嬉戏打闹,时而疏离羽毛 经观察,该犀鸟群共有15只花冠皱盔犀鸟 据银江县官鸟协会颁定营介绍 花冠皱盔犀鸟在我国种群数量极为稀少 而在云南省的银江县可以稳定地观察到 花冠皱盔犀鸟在银江县最多有30至40只的集群记录 每年9月份开始花冠皱盔犀鸟都会集中生活 至来年的繁殖季节组建新的家庭后开始分开 准备不遇下一代 物质检墩 原因 连